我是凌薇老师 你现在所听我讲解的是 再见平庸时代英文版里面的一段片段 我来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人所进入就业之场 跟我们五年级生进入就业之上 已经大相径庭了 好 这边他举个例子 John in Chicago Accidentally drop his keys down to sewer 什么意思啊 Sewer就是排水口 代表他不小心意外的就把他的钥匙呢 掉进了排水口 我们讲的是人孔盖下面 他就place an urgent online ad 在英文place 跟这个ad两个是关用语 就代表他就网络上看到了一个线上广告 而且非常的迫切 这叫urgent 如果从荧幕上来看urge 这个字非常重要 当动词叫利确 他有两个词类变化 urgent形容词 名词叫urgency 就是迫切 这代表说他迫切需要他的车钥匙 对不对 然后或者加动钥匙 他就给网络上提供figure out 在英文是一个片语 想出来how to fish them out 怎么意思啊 用像鱼钩把他们钓出来 within an hour 一个小时后 someone某人就出现了 doing the work for 8 dollars 8块美金来做 这段都是在讲什么东西呢 他说我们现在就业职场 传统的产业其实带来是比较好的收入 然后自从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好工作的薪水慢慢消失 是因为金融海啸2008之后 所以代表大家可以从freelance的方法得到很多的工作 但是薪水是很不高的很低的 尤其跟网络有关的东西价格大部分都是低价 我这样讲没错吧 各位就做过网络事业就非常了解 他说among的样 尤其在年轻人当中 there's a growing tendency 在英文什么意思啊 这个growing不带成长就越来越多 tendency叫倾向 从荧幕上我们来看到tnd 这个字你打一下倾向 对不对 tendency 干嘛呢 年轻人越来越晚进入成人阶段了 postpone在英文是延后延迟的意思 postpone 在荧幕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字就代表拖延到后面的意思 ok打错了一个字他不理我 postpone名词叫postponen 那用法跟delay差不多就台铁的专长 代表说现在年轻人可能到30岁呢 还是靠爸靠妈祖呢 爸妈养 最近这过年年假的时候 听我妈妈的讲 很多周章的妈妈们孩子的故事 对不对 in part 来来分析部分原因什么意思啊 in part就是partly because lookative job opportunity do not beckon lookative这个字各位了解吗 lookative代表有获利机制的 有盈利的你看他们荧幕上出现了 一般你们配过一个字叫profit 是形容词叫profitable 也就是说这样的工作机会不太存在 我们这个beckon各位不熟哈 我们再从荧幕上这个google翻译来看看它的解释 来google翻译上没看一下说法 招手挥手嗨say hi的动作 我们来看另外这个线上字典的提供说法 向什么人招手啦点头啦嗨say hi 示意这样的一个动作 讲简单的说法就代表现在的好的工作机会 比较中上的工作机会不存在了 就是说就像我今天我跟妈妈在散步的时候走路这样讲 你看他说我现在从事补教育20年前连重考班都慢慢萎缩了 我才走向家教班所以家教班目前为因为台湾的手指化 这个市场慢慢在萎缩掉了好 那我哥哥也还好也赚到了一个算是一个什么 算是一个呃后面阶段的一个利润 为什么他说数位输出啊 你知道现在没有人冲洗底片啊对不对 是代表很多的工作在台湾因为数位化的时代 因为金融海啸的时代 像台湾手指化的时代 很多的趋神都好的工作机会慢慢上市了 是台湾的工作机会 因为一直坚持走代工的路线 好的创新机会不存在 所以代表我们台湾很多的教育所产生的大学生 迎接不上像我妹妹特反对 现在大学生太多了 连工艺学校后面的学校根本就不止 一点意都没有 台大在我入大学的时候 当时有3000到4000名的新生 现在有一万人新生 你觉得有六七千人值得进台大吗 他这边告诉你 a new crowd of youngsters suntime called generation limbo 我这个字我一看就觉得 哎 limbo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查了一下字典 然后我们先来看Google翻译 limbo什么意思啊 听起来蛮像脏话的感觉 但其实不是 limbo 你看 凌波 大家同学就有感觉什么叫凌波舞啊 我讲一下 画一画面就懂了 你去Google打 L-I-N-B L-I-N-B-O 再打一个stick stick是棍棒 你马上就可以拆出来什么样的画面了 这样各位打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吗 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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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凌波舞 大家把他棍棒越来越低 讲简单的说法 这一代年轻人 小确幸的时代 我都这样认为啊 他们都认为这是小确幸 什么意思啊 M-Dub 他也不敢买房子了 房价这么标高了 我听人家讲说 这个什么三字头的房价 然后小宅 小宅三字头的房价 那我听我妹妹讲 四房 四房两厅 他不受欢迎 大家买不起那么大的 反而那种这个两房的可能特受欢迎的 所以他们结果住在家中 事件更长久 他们采取freelance的工作 可freelance的薪水有一搭没一搭的 相信我们在外面有租房子给外面的人就知道 freelance工作反而特不稳的 part time 兼差的服务业工作 比如说酒吧的书店的 好 他们就在代表小兼差小确幸 或者说呢 他们有网站呢 兼差走部落格路线 有听过 有些学生就为部落格代言什么产品呢 less likely 他告诉你这个like 当喜欢当像吗 错 当然叫可能 所以越来越不可能干嘛呢 the first and even second job will come as potential career 因为他们就常常就兼差各种工作 所以他们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等等工作 就不是 就是不能说是未来为职业而铺路的工作了 potential在英文呢 因为还是新年 大家会听到碰碰的声音 你就知道 李永乐老师在新年还在录广告课程呢 好 这个字呢 叫potent变来的 potential在这边最棒的用法就是可能有潜力的 简单的说法代表为了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也不代表为了他的职业生涯工作 又代表说他们会很晚才确定他们一生的工作职业 一生的工作做下去 至少也一段时间才能有带来比较大的获利 所以代表说现在年轻的一代 你们在做的工作已经跟我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你们的获利模式也几乎在大大的减低 你们靠爸靠妈的机会非常的高了 我用一个故事收尾我一个教过的学生他在中原会计毕业之后 进到了职场那很努力一个女生很认真的那存到了一笔钱 然后朝九晚九吧可能还不止这样的晚下班时间 然后后来在新竹那边买了一个小套房 那还跟我讲说他当时工作太累身体都有警讯 后来就暂时转换另外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但薪水比较低 那后来他说老公呢他的胆朋友呢就是薪水也没有很高 但是后来我听他结婚的时候老公他家人为他买了个房子 所以各位朋友们呢你们现在所面一代不一样了 爸妈为你们买房子 他也不说是一个趋势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爸妈为你们这一代买不起房子 你该怎么样做第一点吧 先充实你的国际观跟价值观了解现在的趋势 才知道你该怎么做 我是谁呀 我是林文老师 我是上传影片看到没有3188个 对不起我瞧一下位置哈 这才是我要抓下来的3188段影片 你看光这边有公开的就是我的行分享的课程 好你看没有我有公开的课程 然后这边有欧巴马 这个这个领域我并没有把它打开来 我把它打开来 那这是我的动画影片上传 那我还有正在做的影片动画正在制作呢 好OK 今天林文老师讲解泰杂志跟经济选杂志 就透过这两个杂志来增加国际观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好林文老师今天讲解到这起 祝各位2015年新年快乐 尤其当我们讲完话的时候 2月份结束之后 剩下10个月 2015就不见了 真可怕 我们共同相会 拜拜